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北部地区则因为云比较厚 雨比较多 所以相对的这个降雨会让这个温度不会升得这么的高 但是没有雨的时候还是比较闷热一点 而有雨的时候温度会略微下降 而整体的降雨在礼拜四的时候 全台各地依旧有短暂震雨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一周降雨图 你可以看到在礼拜四的时候跟今天差不多 雨稍微少一点 到了礼拜五到礼拜雨的这个区间 水期会来得再更少 这是因为封面逐渐的北台 会来到台湾的北部海面 甚至一度来到长江流域这里 所以相对比较远 所以影响的范围就会比较小一点点 整个南台湾地区的降雨会稍微的缓和 但是中部以北 以及在花东地区 还有在中南部的山区 还是会有短暂震雨 甚至午后的雨有可能会来得比较大 因为会有热力作用的发展 所以在礼拜五到礼拜日的这个时间 虽然雨整体来说是变少的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有前往刚刚说的这几个地区 建议您最好还是带一个雨具 比较保险一点点 而到了下礼拜二 会有一波更强的封面来靠近 所以到时候全台各地的雨多 尤其在西半部地区的雨 会比东半部来得再更加明显 最后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提醒您的部分 这几天的雨呢 其实相对都是比较明显的 一直到礼拜五到礼拜日的时候 稍微缓和 但是整体降雨几率还是高 在下礼拜二的时候呢 下一道的封面来 雨会比这一周来感受更加的明显 而至于它影响的时间会不会到很长 我们会持续的为大家来关注 同时也要特别提醒 这几天呢还是有余震 余震还是蛮频繁的 所以前往山区的话都要多加留意 以上为这一节的气象说明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